拿獎,成名,年少無知的時候可能會禁錮 但是現在完全沒有 知道清明上河圖嗎? 知道 那戲的主旨就是見古易見仁南 通過健保這個事兒其實還是說的是人 許願藝書廠就是一個琉璃廠的小商販 小混混賣假貨其實是他在社會中的一個偽裝 這個人他是非常真實 才能從一個假的佛頭裡面看到一個真的佛頭 間別清明上河圖,因為他完全可以欺騙 但是他最終選擇了說他認為的真話 其實恰恰是這個真話拯救了整個大局 我原來演的《大金牙》和《許願》 包括《獨自等待》都是賣古董 其實大家看了就知道 這三個人是完全三種不同的人 我來拍戲那個時候 外界還稱我們這個行業叫做演員 然後後來就慢慢變成藝人了 只要能生存,幹嘛都成 可能我對自己的要求還是希望自己是一個演員吧 拍戲的時候也曾經給自己 就算是定個規矩吧 就是拍每一部戲都能夠學一樣東西最好 寫字兒是古董一的時候養成的一個習慣 我總覺得玩古董的人好像應該會寫毛筆字兒 你比如說拍《北風那個吹》的時候 正好這個角色需要練快板 我就好好練一練 魔術是因為我們那時候拍我們的80年代 裡面有個演員天天給我們大家編魔術 就想學,玩了差不多10年了吧 基本上這就是靠在劇組裡邊練活 疫情期間開始學的工筆 我爸就是畫家 去看他的時候也在畫荷花 我本身對這些小動物,小蟲子 花花草草挺感興趣 因為拍戲的時候經常打個燈 晚上會飛來很多這種飛蟲 就請到我的房間來當個模特兒給他們畫一下 兩年半陪孩子算長啊 只是說因為我是一個演員 被大家給知道了而已 我那些男性朋友,天天陪孩子多了去了 其實我真的算少的 其實我因為從小我父母是離異的 就沒有在他們身邊待過 對我來說是一個缺失 我不希望我孩子再有這方面的缺失吧 我收藏別心金剛 玩滑板我其實已經玩了27、8年了 滑雪也花了小20年了 我對這個世界其實一直都有非常大的好奇心 包括我為什麼要來這個世界 誰也沒規定你來這個世界是幹嘛的 買房子、買車的 還是說你來就是要來做演員的 人生路慢慢,慢慢地去做吧 繼續活著呀 才要繼續解決這個困惑呀 我作為你做 keiner 是人生路 我搞的 是人生路 有些人生路 會發營 你生路 會發營 你還是為你去掉